受捐账的民众 在国民党水利区主任委员议员成熟会 一一颁发慰问惊吓 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由于这些民众大多是边缘户 也就是没有受到政府的补助 在家庭受到事故后 此上款也等于给他们希望及鼓励 我们冠军 感觉我比方说要有我们冠军 像我没有这次住院 能拿到说你们这样子的帮助 我们当然是很开心 借着我们中国国民党 我们的数据跟我们的数位议员 跟他们都有一个很好一个连结 他把我们地方里面很辛苦 跟那些边缘化的人 都能够做一个马上关怀 这些上款都是由国内两家慈善基金会来提供 在水利区党部志工及村长提报审核后核发 各区的区党部长期都跟北部的红化 还有天池的基金会 这两个基金会来做一个合作 就是由我们地方来发现说有弱势的家庭 家中遭遍故或者是家里有人生病 那就由我们区党部这边的志工来提供资料 送审核之后会对于这些病故的家庭作为一个补助 由于水里乡及西里乡两地区 很多家庭在经济生活上本来就属于弱势 而当发生突如其来的事故 他们的生活真的不知如何去面对 而据水里民众服务社统计 从一月至本月份 这两地区发放的上款都超过百万元以上 到今年我们已经做了66件 总共有上百万的这个慰问金 来关心我们水里地区的弱势家庭 那在信力乡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192件 总共的金额是217万5千块钱 所以在这里代表地方 感谢我们天池以及红化基金会 对于地方弱势家庭的一个关心 国民党水里区主任委员议员陈淑会表示 国民党为了实际能够帮助 因家庭事故急需帮助的人 所以民众有问题 可以向地方民众服务社来洽询 民众新闻环玉环顺利采访报道